原警在路邊攔檢 發現一名女子鬼鬼祟祟 攔了下來 請她出示證件 卻一再推脫 這東西是誰的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那個 毒品是多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警方隨即搜索 機車內果然找出 好幾包毒品 女子直直烏烏 辯稱已經沒再吸毒了 這些不是她的 妳啊 我沒有用了 因為我有在用 我還敢這個東西 我還敢這樣子放嗎 我不會 我不會找個東西藏起來嗎 我有這麼笨嗎 那妳不是那麼笨嗎 沒有 那個都是糖 甚至還辯稱是糖 還說自己不會這麼笨 讓波利是大人哭笑不得 把她帶回警局後 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名女子是 剛剛抓到的 男毒蟲女友 回警號看一下 時間往前推一個小時 在新北市板橋 一名男子被上銬 帶上警車 因為稍早在她車內 起出毒品和吸食器 就這麼剛好 25號晚間9點 嚴信男子遲毒被抓 過了一個小時 陳婿女子 因為遲毒被膽 雙雙被警方 抓回警局 並且特別強調 她男朋友呢 剛剛被我們板橋分局 陰暗帶反派遺所偵辦 那自己呢 是要去探望這個男朋友的 從警多年真的很少見 剛裝完男友 下一小時 就抓到女友 或許是七夕情人節 快到了 兩人剛好可以一起過節 讓警方看了只搖頭 記者謝文翔 李玉涵新北市報導